厚云层结构明显有旋转特征 台风厌野清晰可见 枕头云团几乎是台湾三倍大 杜苏瑞台风来势汹汹 气象局最快24晚间发布海上警报 由于杜苏瑞在逐渐接近旅宋岛北 这个地方的海水的条件 海温的条件还是有利它发展 第三星是通过台湾最靠近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强的中度台风 台风警报范围可能扩大到全台 根据各国路径预测 最初直扑台湾东部 但现在路径不断往南调整 不登陆的几率变大 目前从菲律宾海面向西北前进 杜苏瑞将从台湾南部经过 最后进入福建 但台风的暴风半径 百分之百会影响台湾 台风慢慢走到台湾的西南侧 这一带的话 除了花冬的降雨还是持续以外 南部的风雨也增加了 中部局部地区的降雨 也慢慢的开始起来 未来天气状况 周二起受到外围寒流影响 东半部横川半岛有短暂阵雨 周三周四暴风圈进入陆地 东半部及西半部 沿防长风好雨 到了周五降雨才会趋缓 周末天气才会好转 南部开始影响的时间 大概会是在27号 这段期间我们就是要观察说 它距离台湾 我们南部这边沿海的陆地 大概有多靠近 不过我们还是提醒 就是基于防范的立场 就是26到27 台风还是距离我们最靠近的时候 尽管杜苏瑞入境仍有不确定性 但暴风半径带来的降雨威胁不可轻忽 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才能以侧安全 近期有点欢迎陈志峰采访报道